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舞第五季斩获热搜过签 王毅博承包中欣慰,强势领跑话题榜 这是街舞第五季收官 官微发布这一季的数据后 大众一目了然 不愧是网综第一 果然关注度罢榜 街舞第五季的主题 街舞宇宙强势领跑网络综艺 掌获全网热搜数量接近3000个 其中微博热搜接近1000 主榜数量200多 其中高位热搜榜高达了64个 这个数据中 我们发现了一点 在由热搜话题组成的街舞宇宙字样中 王一博的名字成为了主要存在 基本上围绕王一博的话题 成为了中心位 在队长助燃单元中 王一博的热度无疑是强势领跑的存在 它的存在是集舞最大的引爆声量 这三季带来的热度跟流量 直接助燃了街舞的出圈 无疑对街舞文化的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在第五季街舞中 王一博为街舞发布了六条微博 热搜值高达了1.3亿 相关视频播放量高达了17亿 直接吊打了其他的队长总数 一个人承包了一半多的播放量 可见王一博的热度到底有多牛 他所在即是热度跟关注度 这句话说得不足为过 各大视频平台中 王一博跟街舞的热搜更是层出不穷 只想说 看到这个数据后 不得不承认 顶流的价值跟破圈实力不容小觑 纵观王一博这三季到底为街舞带来了什么 不单纯是给街舞带来了关注度 宣传了街舞 带火了街舞圈这项小众运动 还有带来了太多的街舞周边衍生品的发展 街舞的招商第五季高达了50多家品牌入住 别把顶流不当回事 王一博用自己的热爱 做到了价值最大化的呈现 释放了自己的力量 也把热爱做到了极致 这也是为何这就是街舞不惜余力 都会邀请王一博参与的原因 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同时呢 明年街舞第六季主打亚洲季 第七季走向全球 主要跟明年亚运会在杭州举行 后面奥运会 街舞都会成为竞技比赛项目 回归到王一博这里 这一季街舞主打青春季 主要推出的就是新生大舞者 是一种传承跟创新的力量集结 这一季没有设计队长带队 而是集体辅助 更多的是让街舞新生大自由发挥 总结经验 感受到街舞的氛围 虽然我们在最后的总决赛 才等来王一博的舞台 却给了我们无限的惊喜 用纯粹的热爱 回归街舞最本质的元素 舞蹈大秀直接引发了全网的翻跳热潮 与此同时 在总决赛的现场 我们也看到了一年一度的绿海应援 王一博的粉丝远赴澳门 实现了对他最好的承诺 王一博一如既往的挥手道别 让人感慨万千 最近传闻 其他视频平台都将推出街舞类综艺 更是开启对标模式 好多人看到街舞总导演 将会跳槽到企鹅家 裤子这里都开始着急了 但是网友却很淡定地表示 导演去哪里无所谓 我们只在乎王一博到底去哪里 他去哪里 我们就去围观 的确如此 提及街舞 显然王一博的名字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 这就是王一博的成功的地方 更是他价值跟实力的最好证明 对此 各位如何看待呢 留言讨论呗